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这个情况是会持续多段时间的 26500这个位置是很难突破 现在正如刚才跟你谈过都说似乎市 或者大家都在等某些东西 但如果可以预期未来又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憧憬 或者值得期待 因为上个月这些时间都在等美国总统选举 有结果之后就无论炒升职业也好 炒旧经济石油股也好 这次有一个方向 现在算是定了方向 未来究竟要炒什么呢 其实叫做定了 因为有很多东西已经清楚明白了 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了 大家知道应该炒的可能是新能源 环保相关的那些 未来都应该是会继续炒的 即使有一个调整 然后也会继续炒的 另外如果是一些旧经济的金融股 你知道民主党一定会收紧监控的措施 你知道金融股再加上低息环境的话 长远是没什么运行的 中间当然会有一个技术反弹 或者会有股值修复 另外就是疫苗出来 疫苗出来之后 大家都知道是时候要追加一些旧经济 至少有些残的那些 某些社会 你知道疫苗出来 如果世界有机会是正常的 那些的营运 其实有机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例如航空旅游 或者零售那些方面 这个长线的方向大家清楚的 只是去到这个阶段 要升那些就升了上去 要跌那些又不是很跌得下去 例如新经济的互联网相关 因为监管的原因 导致其实可能会有一个 未来有一个不明朗因素 或者是有一个风险的存在 会出现一个调整的 但调整的幅度 又未足以令到人放心 就是进入去再加仓 所以现在大家就去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变成就是一天升那样东西 跌那样东西 然后第二天就走到调整 直到我想就有一个破局出现 那究竟那个破局是什么形式的破局 暂时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就较为清楚一点 就是现在的长线基金也好 或者是一些短炒的hedge fund也好 大家都不太敢落大住 就变成可能是很碎柱 但是就炒得很频密 你看到整个市场就很满 但是个别的股份是很精彩的 例如你港股电动车相关概念 或者汽车相关概念 就是比亚迪和吉利 这些成交是很大的 美股方面更加 就是电动三保 就是那个违来理想加上小鹏 那有一段时间 其实它要通过甚至是超过了FAAG 那这个是很夸张的情况 那这个也都证明了 其实就很多长线基金 不是很敢这个时间入场 甚至有些长线基金 选择在这个时间清货 那这个我相信就要等多一段时间 有一个破局出现之后 那整个大市才会向着大家所想的方向走 其实你说大市是没有方向 又不算是 就是方向是很明确的 就是刚才说过 那只是这个位置受到价位的影响 大家不敢下大柱去做事 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网友都说 哎 市今天真的很闷 因为你看到 你纯粹用恒生指数去计 其实你的波幅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200点 你看先 今天的高位 没有啊 昨天也可能没有 高位264 低位263 哇 只有八几点 其实都挺闷 但是我们刚刚做节目之前都问过 如果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早 因为现在11月中 距离年底 或者我们距离基金经历要放假 都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今年就可能未必放假了 未必放假 放假都不知道做什么 没得到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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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这么说 我想红一都要留在家 未必要做事 而且市场都会关闭 但是我想问 我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太早 就是我们年底通常会有什么粉色 厨价效应 或者基金可能都会埋储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因为看到我们这段时间的资金轮动 大家都很多 或者前段时间就有很多 今年比较强势的股份 都有一个资金流走的情况 所以反而是追回去一些 比较低残的股份 其实今年会不会都有这个粉色厨价的效应 或者基金会不会提早埋储 提早埋储就比较难 因为它对于现金的量有个要求 所以它任何时间都要持有某个百分比的资产 可能股票可能会有债券 所以你说提早埋储 其实它也不知道怎么提早埋储 也不可能真的沽了货 拿着钱在过年 至于今年会不会有一个粉色厨价的动作 我看今年粉色厨价的动作的誘因不是这么大 原因就是今年不同的策略 即不同价值的基金 其实它的表现差异是可以很大的 例如如果你说年初开始 其实已经看中了某些的区域 例如focus在biotech focus在新经济 例如沙相关那类的股份 去到这一刻其实很多 可能已经赢了四五成 甚至更加多 都未顶 对于已经赢了这么多的基金来说 其实在这一刻它倾向了 其实是lock up the profit 或者某程度上 意义就是你所说的提而做埋储 可能就沽了某些 可能升幅比较多 或者波浓比较大 或者风险比较高的股份 可能就持有一些 其实跟现金相等的股份 就是之前可能持有些公用股 可能会有这一类的动作 反而去到这一刻它们未必愿意再博了 但是如果你说另一个极端的 可能重仓在一些旧经济 或者可能居某程上是一些passive 那一定要拿着匯豐那类 就是匯豐那类 就是匯豐那类 那现在在座底输了两三成 所以你说到年尾我要分析厨 难道我真的走去mark那些吗 那你mark高匯豐 或者mark高中型动 其实是被人走的 那些有一次真的不是很大有因去做 那你说可能对于某些 就是可能平衡 就是两边都有一些 那去到这一刻可能就 因为很多分 可能要分成performance fee 那可能它有个hurl 就是hurl可能是6% 8%不等 那可能它现在在赢单数 例如5-6的 那那些可能就有某些誘因去做一做 那可能就是mark高一点点的话 那至少performance fee 可以分成多一点 那变成了今年我想 就是不同策略的基金 其实据到年尾的shargy 变化或者差异都可能会挺大的 那变成了整体一起做分析厨 那效应我相信就不存在 但是对于个别股份 例如margino那些 可能就会有这个效果出现 如果照你这样说 可能今年没有这个分析厨 因为其实我们讲分析厨 就是因为基金接近年尾 其实都想美化或者做漂亮自己的组合 那所以都会可能有一些策略 令到某些股份做得比较好 所以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粉色厨厂效应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 就是今年可能没有这个粉色厨厂效应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个别股份可能有了 那但是如果你说不多做的话 其实可能对指数没有什么正面作用 如果是这样去到年尾 是不是指数可能回到下的机会又比较大一点 整体指数就未必会有一个方向 就是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指数尤其是恒指 经过改革之后更加多的新经济去进入指数 那你见到新经济和旧经济 其实那个走势的差异 其实分化越来越大 那之前就一直有新经济立着 那然后旧经济一直落后 那近期可能认为出来之后 那你见到旧经济 就是金融地产那些或者零售 其实开始追回升幅上去 但是旧经济一上去的时候 那新经济是马上下的 那变成了两个其实是在抢市场的资金 而这个分化我相信是未来一段时间 是更加会严重的 或者是两个趋合同的一个机会 不是真的那么大 所以你对指数来说 就变成了可能没有太大的方向 就是一时在炒新经济 另一个时间就在炒旧经济 那现在就比重来说 旧经济稍微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随着不停地指数换马的话 可能换到这么长时间 新经济可能会占给各一半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这个世界 如果新经济和旧经济 不是一起升一起跌的话 那对指数来说 可能就是维持一下这个情况 一来你只看指数就很悶悶 就是每天看到波幅一两百点 那如果你说看个别的指数 成份股又不是的 一时可能一些升到10% 另一个跌10% 那变成就是整体指数 没有太大的底图 但是个别股份就会各自各精彩了 好那我们不要再说这个指数了 既然都这么悶了 我们是精彩的 但是精彩在什么呢 我想先问一下 因为刚刚都一直说 即个别股份很精彩 但是新经济股 其实这段时间 真的都 我想如果有些人在高位买货 都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有些人就会说 其实他都跪了这么久 不知道又不入口 当然就真的要问Alan 你究竟新经济股买得没有 我们现在看看 今天来说 美团就继续都有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跌幅 你看到他现在都跌了超过3% 但是又看一看腾讯和阿里巴巴 他的升幅 即是腾讯在升幅 阿里巴巴就跌了 但是他的升的比例又不算很大 跌的比例又不算很大 那京东现在都跌大约是1% 你就算是小米 都是1%跌幅 其实这些新经济股 会不会开始步入一个 即是叫做稳定期 即是会做很大的波动 现在值不值得去买呢 看你是做一个短线 还是做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如果你说做短线的话 其实他每跌到某些支撑位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技术反弹的 例如你说美团 今天就跌到接近20天线 其实刚才你说的 就跌了20天线 跌了20天线 跌了20天线 我相信一定会有短线资金入市 短线的技术反弹 例如跌了2% 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那只要你说 会不会在这个位置 会有一些长线的基金 在这个位置进入呢 我觉得就不太会的 反而这个位置的美团 或者是其他的科技股 是他们减仓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看到其实很多长线资金 其实开始是减仓一些 就是之前升得很厉害的新银制股 刚才都提过 就是其实淡马石是沽了 蔚来清的仓 就是拼了多 这一类变成就是 如果你没有一个再深一点的调整的话 那例如美团 那例如你如果不是真的调整 下去到50天线 再跌下一点的位置的话 我相信就有些大型的Longling Fund 不会选择在这个位置入场 但是中间一定会有很多的交易机会 就是中间的波幅一定很大 就是新银制股的特性来的 即使它一直都向上 或一直都向下都好 那其实中间的波幅就一定很大 你说去到一个 如果是一个长线投资 然后大手 就是买货的机会 应该远远都未去到这个情况 但是中间一定有很多的交易机会 如果是这样 我给你选择 就是现在美团就继续在一个深度调整中 那腾讯也继续在现水平高位培会 阿里巴巴就有些事件揹在身上 那小米现在又面对着 华为卖了这个荣耀之后 又不知道市占率又怎样 你会怎样选择 如果是ATMX这几间 那腾讯一定是首选的 因为你称过这么多只 就是政治监管风险 其实它是最低的一间 那未来可见的短线增长 它是稍微高的 那虽然可能和美团有个距离 因为美团又知道之前蚀钱便赚钱的时候 那这段时间其实它的盈利增幅是很快的 那只是它未必可以这么快追得到它的估值 但是腾讯和小米和阿里这三间比的话 那似乎腾讯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那个可见度和肯定性是稍微高一点 就是小米和阿里就各自面对一些不明的因素 阿里其实稍微严重一点 那还有市场似乎都还没有价值这个情况 因为蚂蚁集团上不了市之后 那其实它内部疫营运的重整 或者是那个架构的重新调整 应该是比之前市场上涨是要大很多 这个我相信会直接影响到 就是它电商方面的业务 再加上其实你内地那个平台反动断 那个法规如果真的出台的话 你看到首先针对一定是美团 那其次就是阿里、京东这一类 那相信对于它未来的业务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只是未来一年或者至两年 那个增长的确定性 是没有腾讯那么高的 那所以你说ADMS MX这四间里面 腾讯一定是首算的 那自己骂就是腾讯虽然在这些高位 也都见不到很多的长证基金 会在这个位置 take profit 或者会减仓 就是宁愿就算 这个位置未必会再加仓 但是看到长证基金 其实不会在这个位置沽货 当然有货 如果是这样 其实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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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的中长线 就反而可能未必是看某个价位去大收入 就是反而用的range可能会好少少 因为腾讯就是你看到这么多个大型发股股里面 它的确是限制最少的一格 所以你不要期待它的调整幅度会很深 那当然 某些可能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深调整 但是如果这些深调整 反而是一个入货的机会 就是如果真的跟它的营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所以其实550元左右的腾讯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可以逐步加仓的机会 好的 我们帮一帮网友 因为我们讲开ATMX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想问一只小米 那当然 有些人就说这几天都好像上穿不到高位 也有一位网友就说在高位买货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可能26-27元 即26-27元这些位买了 就想问一下 现在要不要止蚀了它 即止蚀了它 即止蚀了它 好像又未去到一个 就是穿重要支持的位置 即是 我想未判断一个要止蚀的价位 但是你说短线有没有一个突破呢 其实又真是困难的 原因就是 刚才也提过 因为荣耀就证实可以脱离了这个华为 如果你说从华为那里脱离的话 变成了美国现在对于华为私家的制裁 就未必可以应用在荣耀身上 那荣耀和小米 即无论是定位和售价都是一个很直接的竞争对手 甚至在内地的增长势头 荣耀明显是盖过了小米 所以如果你说荣耀可以在内地 继续生存 或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对于小米之前的一个憧憬 暂时是蒙上了一点的阴影 所以短线要突破高位 例如26元这些位置其实是困难的 变成了可能在24元附近徘徊 亦都是在等待一个破局 好 或者如果是这样 大家都要观望着最新的情况 我们说完新经济股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恒生指数 只是跌11点 但是吉利汽车非常之强 因为它在升超过6% 它是现在升幅最强劲的行车蓝筹股 亦都是升幅最强的汽车股 因为看到比亚迪 其实比亚迪也算是这样 今天也有1%的升幅 但是我觉得挺有趣 因为看到比亚迪就好像近期有回落 但是吉利接力就向上 好像一种接力向上 好像那个感觉就是 在汽车股当中也有少少资金轮动 其实吉利现在升了这么多 其实水位就有多大 还有比亚迪是否这一转 真的有少少叫做 就是怎么说呢 升势完结或者炒完了 炒完了 没有那么快的 我相信 因为比亚迪 如果你看到 他相当于美股来说 是落后的 你看到美股 无论炒Texas 或者炒电动三部的 热情是仍然存在的 就是看到那边都没有散水的话 我相信我们这边 是没有那么快散水的 还有如果我们这边是比亚迪散水的话 我相信整个汽车板块 都一起散水的 传统车就是吉利和长城也好 长城其实是领先的 吉利其实是稍微落后于长城少少 当然后期现在你看到吉利 就好像有少少追过了长城 其实还有一些落后的可以选择 例如东风或者广气 这些其实都可以想 因为其实他们的质地不是差很远的 那么多一家传统汽车来说 除了长城的营运 或者你看到今年的数字 稍微占优少少也好 吉利、广气、甚至东风 这些其实要质地 今年来看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 所以如果一家升上去的话 我相信另外一两家都会持续追落后 但是其实这么多的汽车股 如果说过来到说 都是看着比亚迪 如果比亚迪都散水的话 我相信其他都已经不用再特别去想 当然你说传统汽车股 吉利、长城这些 除了是开到哪一边 因为炒电动车 所以大家就看传统车 会不会有机会 另外其实也看到内地的汽车市场 明显看到今年第三季开始 是在Turnal 1的迹象 自一百年开始到现在的倒退 到今年就明显见底了 明年真的有机会出现一个按年的增长 而且如果整个汽车的周期 走了两三年的亿周期之后 下一个周期就应该会有回 一两年的顺周期 就是一个上升周期 所以如果说中线一点来说 即使是电动车这一轮炒完 传统车跟着一起炒完也好 回回下去之后 明年仍然会有机会继续炒 当然很多人都想问值给阿迪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在高位 可能都有一些货 当中康尼就说他一百八十元买了 现在如果你一百八十元买了 其实现在都不算差很远 所以他能复杂到一条二十天线 然后马上就出现一个反弹 我相信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美股那边不散水的话 港股那边应该不会散水 第二个指标就是二十天线 我想短线来说如果真的穿了 例如这两天可能下跌到一百七十元以下的话 可能短线来说真的要止损 也认同的 因为我们看回 其实对上十一月十一日 他没有一支很大的阴烛 那一刻就是刚刚在一条二十天线 然后就咬了腰上来 就算过去那两天有一个调整 但其实也穿不了二十天线 所以阿迪在想上 二十天线就短线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我们刚刚也说过 吉利今天是表现最厉害的 这一刻还是升幅最大的蓝炒 当然有些网友就问 其实现在还追不追好 说真的又再破了一个高位 当然它不是历史高 不过也破了一个新的高位 那当然没有货买不买好 有货还算不算放置腰好呢 吉利 有货就是继续放置腰 如果你说没有货 这个位置追 又好像稍微风险高了一点 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传统的汽车 除了长城稍微的质地好一点之外 其他广气和东风那些 和吉利都不是真的差很远 所以如果你看到吉利爆了上去 其实下一步更加大机会 就是市场未必是追吉利 而是追稍微落后的那些 例如广气 甚至长城都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又是刚好去到 二天线附近的支持位 好 刚刚阿康尼就问吉利 因为他说近期北水都沽得很厉害 其实会不会有影响 我想都有点 因为之前升上去 我记得北水都追吉利 都追得很多 也影响到大家 如果北水沽的话 北水究竟是Net沽 还是很大手沽 另外就很大手买 我看到吉利自己 我这两天没怎么看 但是在之前 其实你看到北水 其实你在SIGAS那里 你看到北水其实是加仓的 比亚迪先对 他在说比亚迪 对不起 比亚迪 不好意思 比亚迪 比亚迪在沽 北水沽得很厉害 北水沽比亚迪沽得很厉害 北水沽比亚迪沽得很厉害 这个也是的 之前你看到高位的时候 你看到北水的 其实是费利率的情况 都挺严重 还有比亚迪这一种 你看到 他和A股其实是一个轮动的 是一个关系 A股和H股之间的轮动 是的 其实也有点 这个情况 因为你也知道 在炒电动车的 无论是在美股炒电动三宝 也好 或者是在港管炒比亚迪 也好 其实很大部分的资金来源 都是内地的投资者 所以他可以透过港股通 来买这个比亚迪 可以去美股买电动三宝 A股其实也有比亚迪的股份 所以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个轮动 但是你说整体的炒作 其实就未完结 嗯 好的 我们现在看看A股的比亚迪 这一刻就只是轻微跌0.1% 如果我们看昨天的数据 比亚迪就应该有大约7.1亿 即7亿1千万的资金淨流走 就是将那个流入减去这个流出之后 就有差不多大约7亿的淨流走 都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Kat丁就 反而华晨又怎么看 华晨来说好像图表 就不够其他汽车股强 是否不算太吸引呢 这一只 华晨就较为复杂一点 因为都不是考虑它卖车的问题 就是考虑它母公司的债务 和重组的问题 因为母公司刚刚才把华晨的持股 卖走了 卖走了之后 其实进一步的重组要怎么搞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买华晨 就是因为它有保马 而现在华晨保马 就已经买回给保马 即大部分的share 其实它继续的比例 其实未来是有机会进一步降低的 所以这一只 就稍为更加多的不明朗因素 就是变了大家不是当它车炒 就是变了另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企业重组的概念 重组成功 当然它不止这个价 但是究竟这个重组成功比率来看 暂时就不太懂得分析 再加上最近你都知道 内地的信用债就连环爆 其实母公司就是其中一间 是的 那么 变了这个就 短期来说真的 真的不太懂得看 总之就知道 大家不当它是车那样看 嗯 就是以车股来说 简单来说 我就不会选它了 是的 如果是炒车的话 大家会暂时把它放在一旁 就是举同一个 是的 好 明白 好了 那接着之后 我们今天也谈了一些比较大质 或者我们近期比较焦点的股份 其实现在去到这些时候呢 就是刚刚说 我们现在叫做一种炒股不炒市 是的 或者去到短时间之内 其实有些什么setter 或者有些什么股份 Alan 你觉得大家值得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可以部署下一个策略 如果你说是一个中长线的话 其实就一开始 就是看到拜登上台之后 新能源有环保这些 这些长线一定有运行的 当然 之前可能错失了某些机会 例如 看到旁边的经能都已经私有化了 那一来就留意一下 这些估值比较低残的新能源股份 就是除了有一个业务 可能会有一个turn in round的概念之外 同一时间 因为估值太低残的关系 所以没有公司 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私有化的誘因 那这是其中一方面 那另外一些的新能源 例如风电 光伏等 这些如果是股价 或者估值稍微低的时候 可以作为一个长线的部署 那短线来说 可以查一轮的一个 我想是股价的复苏 就是股价的复苏 在旧经济方面 因为疫苗出来了 那变成了 未来其实可以解决这个疫情 有个希望 也有一个较为具体的时间表 那甚至就如果是 就是如 那些疫苗厂所说的 那例如 就是年底之前 就是年底之前 可能有五六千万剂 是可以供应到美国的 那明年四月之前 可能有成五亿剂 可以供应到全世界的话 那就是有机会 其实明年年中 东京的奥运 是有机会 是一个 就是预期举行的话 那这个可能 会促成了一个 全世界的一个 报复性的消费 那所以如果 你说这一刻 有某些消费 相关的股份 或者是航空 零售 这些的话 其实可以作为一个 中线的部署 算不算可以 都是明年的一个 投资策略呢 因为如果 你这样去看 因为你疫苗 或者你刚刚说了 疫苗可能明年才是 一个大规模的生产 或者出现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开始 部署一个明年的 投资策略 可不可以是这样去想 或者这样去做 我想很多长线基金 其实已经是 入了场的了 其实开始部署 最明显就是 航空股 航空股其实都很明显 看到是有 即是有 分家仓的一个 sector 因为那个 价位明朗少少的 就是航空股 因为航空股一来 就选择比较少 例如你港股 来到港 只有四间 就是三间国内 一间国泰 美股其实都不多 当然美股本身的 跌幅也不是那么大 之前其实都已经升了很多 变成香港这边 尤其是国泰 或者是三间航空公司 这个股值上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 对于长线基金 是挺吸引的 即是他不介意 可能短线会有 一个股价的波动 即是确定了疫苗出来 世界回复正常的话 他的营运可以恢复 就是之前 某个百分比的话 其实他计算到 是有钱赚的话 这个时间就已经可以进入了 好 那我们继续帮一下网友 因为今天很多 见Alan上来 很多网友都想问 Alan 关于股票上的问题 当然 我们讲一下 算不算是SARS股呢? 268金碟 268 如果你说从收入结构来看 就不太算SARS的 但是就在握上SARS概念 当然 那 SARS股呢 你看到疫苗出来之后 SARS股的活跌幅度是挺大的 也都 你说SARS是很长线来说是否一个市场的一个选择呢? 我相信是的 但是短线其实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不明朗的因素 一来就 就是你疫苗出来 然后大家的钱去回旧经济的时候 那变成了 对于 部份新经济 其实吸引力就开始减低 还有新经济里面 大家都开始呈了 就是 某些新经济股 某些互联网股 的确是受惠疫情 甚至在疫情结束之后 其实增长是可以持续的 某些其实就不是这个情况 你看到内地的SARS股呢 就是这个情况 你看到内地的SARS股除了268之外 你看到微盲、有赚等等 你看到股价和实际的营运 都不是真的那么可以的 就是疫情过后 你看到它的收入的增长 已经即时急降了 金碟就是因为 其实没有一个很更新的经济数据 但是我相信它 即是内地的疫情过后 其实它的增长 应该都会出现一个放缓的情况 尤其是在SARS的一部分 那变成呢 就是如果它说 升到这些位置 再加上整个投资气氛 都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就大家倾向 take profit比较多 那如果是这样 2013是否它的情况都一样 因为 2013我觉得情况是更严重 其实 因为大家 因为它炒得比较高 一来就之前炒得比较高 就是相对于油股站 或者相对于金碟来说 它是炒得比较高的 再加上呢 其实它的营运收入和利润增长 其实跟不到它的估值 那如果是这样 即是都不值得买的了 因为其实有人问 其实是什么位置可以买的 上网多少 其实我觉得 你说中间会不会有个交易机会 一定有的 就是金碟有好 或者明明有好 你看到波幅其实是挺大的 就是中间如果你说跌得深的 其实有个技术反弹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这个位置 就似乎挺难判断 究竟短线的升跌的 但是如果你说它可以跌到 如果跌到20天线附近的话 即是大概10个半 这些位置 其实短线是值得博一博的 嗯 好啊 金跌都是这个情况 因为它就算出现调整 调整 调整不会一步到位 那么中间一定会有很多反复 有反复 就有一个交易机会 嗯 好 另外呢 其实另外有一只SARS概念 今天是相当之标青的 就是仪卡9923 你看到现在就升超过7% 嗯 就升穿了一条20天线 是 有网友问 这只股份你又怎么看呢 纯粹会不会是 可能是有些资金炒作 这个就真的纯粹是资金炒作 就是半身股呢 其实都会偶然出现这些情况 因为半身股又 未去到全流通的时候 那变了呢 就是在流通的股份 其实相当有限的 那变了你上市之后 可能经过一轮的筛选 集中之后 那变了这个波幅呢 其实是很容易可以做到出来的 嗯 好啊 那我们讲开新经济股 继续追问新经济股 有人想问那只909名元云 那它呢 就在37.95元云 买了 问你需不需要指舍 现在 37.95元 37.95元 和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差很远的 我相信 就指舍位 就尽量不要定得 和买入价太近了 嗯 因为你这么近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 一个摆栋 就已经过了你 你的指舍了 那和现在这个位置 都不是一个很强力的支潮 就是你说穿了一条十天线 那其实都没错 因为你看到它 就是十天线对于它的走势 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它一是高于十天线很多 一是低于十天线很多 嗯 那就是变成了十天线对它来说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那反而呢就是 留意一下就是这个 用近日 一个例如 就过去那20天的一个平均的 一个买入价呢 可能是一个挺好的 作为一个短线止舍的 一个参考的 如果我就这么看的话 就是我估计那条价位 应该是三十六元这些位置 就是短线的支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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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十六元 那如果真的穿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可能才考虑一下止舍 好 另外我们又转讲一下 一些旧经济股 因为其实今天 新旧经济股 都不是说特别标青 有人想问就是 就一起不换 是的 一起不换 所以就连个市面一起换下去 就个别股份比较强 当然了 天天camp就想问 就是他至外的五号仔 又在三十九元 因为看到 他好像在这个位置 赔了好几天 他问究竟 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到四十元 上四十元 上四十元 上四十元就不是很难的 问题就是 上四十元之后如何呢 我想很多人看着四十元 看着四十元做什么呢 就是沽 是吗 反而是沽 好 很明显 如果你上到四十元 或者接近四十元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大家不坐沽货 或者走的位置 虽然拜登上台了 但是你说中美那么紧张的关系 是否立即可以解除呢 或者之后是否可以回复四年前的状态 我觉得就不太可能了 我想拜登上台了 可能就换了另一个形式 跟中国对抗 其实他说四十元即走 我打算说 你觉得短线是会到的 我相信不难的 还有39.1和40元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39.8和40元有什么分别 如果所有人都看着40元走的话 其实永远不可能到40元 所以40元是一个无限沽压位 我想真的像你说的 很多人可能在等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好像在密谋 一到位就立即大家做事 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想法那么一致的话 就变成很难可以到40元 如果你都想着走 那39.8和39.5和40元走 真的没什么太大分别 好 另一种旧经济股 平保有人想问 23.18平保 他说其实他想买好几天 但是见到近几天就一日贵过一日 现价值不值得买 现价追其实短线的水位又不是很多 因为他去到90元都已经遇到一个明显 即你见到他可能会做一个双顶 是的 之前那个顶其实都很难可以冲得破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短线挨价 那当然你可以黑曼眼买 我对于平保的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我是一直看好的 好 如果你选择平保和中人寿 或者现在其他的内险股 你会怎样选择 如果是半年前我会选中人寿 即半年前我会选中人寿 到这一刻我会选择平保 半年前选中人寿的原因 就是中人寿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低 所以今年你见到其实他头两季度 其实他的保费的增长是挺英俊的 但是到第三季度 你见到明显的增长已经放缓了很多 因为去年年底的基数效应开始显现了 那变成你明年再重新计 或者计到第四季度去重新计的增长来说 变成平保和中人寿就已经不再差太远了 那如果数字上的量力程度两个不是差太远的话 那如果你称内部的营运效率和质量来看 平保比中人寿好很多 所以如果在这一刻再选择 作为一个中线小投资 就是三个月半年 那我觉得平保的机会是比中人寿大 我们讲完内地的劝商股 就回到香港讲一下港交所388 因为有位网友就想问 因为见到港交所 李兆佳就应该刚刚宣布了 未来可能会在新股市场做一些大改革 就会推出一个建议名为FINI 总之是一个新的软件平台 希望可以将这个新股的结算缩到T加1 当然我刚刚记得那位网友就想问 其实可不可以再详细讲一下这个系统 看看Alan还有什么意见 但是如果有这个系统的出现 其实对于港交所 甚至是我们现在香港上市的一些券商股 其实帮助有多大 其实帮助不是真的很大 因为现在你说 虽然交收是T加2 你实际买交收T加2 可能新股IPO交收会长一点 但是实际的操作上 其实很多券商或者投资者 实际的操作是T加0 其实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 即是你不需要等交收之后 即是其实感觉 你沽一只股份 你不需要真的等到T加2 拿到钱之后 你才去再买另一只股份 因为你现在实际操作上 就是你今天沽了 即是你现在沽了 那其实券商已经显示 你有钱可以立即买新的股份 所以对于大家实际操作 又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分别 但是绑的资金可能没有绑得那么久 是吧 都没有分别 其实因为现在你沽了货之后 你的钱是可以即时用的 例如你现在沽了腾讯 你可以即时买阿里巴巴 因为现在很多券商和交易所之间 那个结算系统已经可以处理到这个 如果是这样 我们追问港交所的股价 因为KFC就说他298元已经买货 应该继续高追下去 还是加仓呢 还是298元先放下呢 298元现在是370多元 对 很厉害 你也是打算做一个长线的投资 应该也是 如果你有长线的投资 那又可以不太管现在的波动 因为你看到之前这么大幅的波动 例如升到上390多元 赚了100元 他都未沽 那现在去到370元 这个算是一个尴尬位 就是波幅的中间位置 你看到他近期的波幅 其实都是306至309之间 短期要突破就很困难的了 跌也跌不到下去 要冲破390元也是困难 因为之前很多利好的因素 其实都已经兑现了 包括中概股回归 或者一些负面因素也都反映了 包括买集团上市 那未来还有什么可以憧憬呢 似乎真的只剩下一些 在香港第二上市的股份 可以纳入港股通 而这个到现在都未出现的话 可能今年里面 都未必会出现到 所以港交所 我觉得未来一两个月 股价的波幅 仍然都维持在这个区间 如果你说做一个短线的部署 即到接近366可以买 月接近399的时候 其实可以估 如果是这样 其实他暂时都不需要考虑加仓 就是这样说 他298元的主期都很低 像你所说 如果他再上升 他加仓的目的 如果是作为一个很长线的投资 其实是无妨的 如果他真的一个很长线的投资 如果你说他290多元买 其实都6月7月的时间 即都持有半年了 好 接着我们来帮一下Jessica 她想问一下李宁2331 那个短期的目标价放在哪里 长持又行不行呢 李宁 李宁是可以长持的 自己暂时看不到走势 和业务上一个很大的败北 或者很大的瑕疵 短线目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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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会放在 其实他那个上升轨道的顶部 现在来看就大概是48.5的位置 李宁和安踏你会怎样的 现在安踏就染蓝了 是 接下来12月头就会晋升成蓝筹 两者之间你会怎样选择呢 如果你是一个进取的投资者的话 那你一定会选李宁的 因为李宁和安踏之间 其实市值其实是有距离的 即是如果你是一个进取的投资者 你觉得李宁之后的体量可以变成 跟安踏差不多 因为曾经其实他们都是竞争对手 曾经大家的筷子都是这么高这么大 那之后李宁沉着了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被安踏完全放下了 那之后李宁吉比直追 如果你相信其实李宁可以追回他 损失了几年或者空白了几年的话 那其实他们的估值有机会 所以他们的市值在未来一段时间 有机会是趋一致的话 那你应该选李宁 但是这些是进取的投资者 有可能发生 但是那个机会率呢 就你看的话 其实保持现在这个市值差距的机会 是稍微大一点的 即是说安踏其实他会继续保持 他现在这个优势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价位保守的投资者 我会选安踏 因为估值上其实安踏是比李宁便宁很多的 另外有几位网友都想问 中国元气384的 其中一位呢 其实他在24.5就已经买了 是 如果24.5就真的差不多接近 这一浪的升浪的起步 是什么时候买 可以上去看些什么位置呢 短线在这个位置遇到很大的阻力 因为你看到 多顶来的 没错 就是很多的顶 其实27-800这些位置 很难突破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突破 因为到了冬季了 冬季如果真的够冬的话 其实燃气股是其中一个可以想的选择 再加上 我相信 放在上场之后 大家对于整个新能源板块 或者清洁能源的板块 其实燃气不属于新能源 但是它属于清洁能源 对于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的板块 我相信是一个挺大的改变 还有燃气 其实也跟另一个sector相关 就是玻璃的sector 那你见到其实 就是玻璃 尤其是玻璃 已经炒到含含含含含 现在说的是 那个产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这个 其实你炒玻璃炒到差不多 大家都会想起一些燃气股 其实有没有机会 就是被这个玻璃所带动 那所以 其实它有一个憧憬 是可以突破到这个阻力的 如果你说真的不趕着用钱 其实不妨在这个位置等一等 短线当然会有阻力 有机会调整到26元这些位置 但是你说中线少少 如果过冬天 如果真的够冬的话 其实有机会可以突破到27、800元这个阻力 会不会有一个止站位可以订回 比如可能回落到什么位置都算了 那你不如吃了会去好了 如果你说在这里再等多两个礼拜 都没什么突破的话 因为都已经入冬了 其实如果你两个礼拜里面都不炒的话 可能就真的不炒了 那如果你等了两个礼拜 没有变化的 那可能这些位置都是一个止益的赚 那或者真的如果它落到去 穿了26元的 那可能整个上升都被破坏了 那我们转讲一下另一只股份 因为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这只金山软件3888 其实昨天收市后就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 其实是不错的 因为它第三季的盈利是有6亿多人民币 按年是增长17.5倍 十几倍好像挺厉害的 不过今天回来的股价表现就真的相当不似预期 你看到现阶段其实都跌至超过7% 进一步逼近条50天线 那我们有几位网友都想问他 那当然有人问就可能之前有科 那现在还潜持有号呢 那另外有位网友就可能之前高位都 我们看一看 因为我看到刚刚也有好两位网友想问 就是3888 另一位网友就是44.2买了 问你怎样操作 短线其实是有机会调整得深一点 但是业绩不错 业绩的利润可以增长这么多的主要原因 都是投资收益来的 因为它这么生云在过去一段时间上市 所以那里有一个挺大的投资收益 如果你要将这个撇除的话 那其实它本身的业务的增长 是真的没有太大的看头的 尤其是它游戏那部分 甚至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其实这件事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看金山已经没有人再看过游戏了 因为看金山大家可能稍微关注 就是它已经分拆了的一些字公司 例如金山云和WPS 这两个是它真的挺重要的 两个分拆的字公司 两个都有各自的概念可以炒 但是它的股价一定是相对于 那两间字公司 就是金山云和WPS 是一个明确的折扬的 所以不要期望它可以领先 然后炒到上去 那变成了这些位置 你说这个位置止洩 又好像不是很适合 因为它已经跌到一个 其实可以技术反弹的位置 例如40元这个位 那如果真的穿40元的时候 再考虑是否需要止洩 那放多一会儿 我相信金山是相对于 如果你说要炒SARS 炒云计算等 我相信金山是相对于 其他香港上市的 一些SARS或者云计算 商家的股份更加优质 因为金山云 自己买在内地 真的仅处于腾讯 以及仅处于阿尼 这两个 就是对于一些企业来说 而且其实它的潜力 我相信仍然还在 好 那我们转讲一下 另一个也是比较跌得多的股份 2689 因为有人想问 可不可以买 今天来说又跌过超过百分之七 其实不是没有消息的 因为看到内地有些 有些报道就指 内地龙头的企业 其实下个月就会集中 可能将那些指价提升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 营运成本上升 指价升 反而今天的股价要跌 如何去理解这件事 结合这宗新闻 就不是太能够理解到 因为一般如果有个 指价上升的新闻的话 其实它的股价应该是要升的 我先撇除这个新闻 其实说回九指本身 去到这个位置 可能就升到差不多了 原因就是 之前大家的股价 其实知道什么事 就是中国出口数据好 你说内销或者内地的快递 用指量 其实一向都是增长的 但是变量 其实都是来自出口 各方面 看到中国的出口数据 在8月份开始 其实连续几个月都靓仔 8月9月10月都靓仔 原因就是一来 大家估计得这么差 就是欧美方面的需求 再加上尤其是去到10月份 就是欧美方面 其实就开始为这个感恩质和正眼质被荷 所以出口量 应该10月是一个很大的黄贵 所以你看到之前 无论九指或者利民也好 其实炒就炒 炒过水 炒完水之后 变成11月 就是应该整个出口 那些都开始会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所以你说之前如果是炒出口炒上来的话 去到差不多时间都应该会出现一个调整 还有今天这么大支阴烛 其实是可以买的 我估计是可能会有其他事出现的 虽然我未看到新闻各方面 我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但是如果突然间出这么大支阴烛的话 应该是它本身都会有些事发生的 那是否不值得买呢 如果是这样 未搞清楚什么事之前 我觉得就未必是一个入场的机会 尤其是你看到同行李文 是远远没有跌那么多 当然李文本身也没有涨那么多 好 其实可能不知道 人民币又不算变动很大 因为如果你有时都会跟人民币低 我们现在看回利安人民币价 其实都在6.5或者6.6这些位置 所以要再观察一下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好 另外我们就帮忙 有位网友想问招行3690 招行 不 招行 不 大家看看 刚刚没有 3968 3968 sorry 现价有没有水位 破完顶后还有没有水位 现价短线我又见不到有一个很大的税位 尤其是内银 我觉得现在是做一个估值收服 可以拿 因为招行破了顶 其实没有太大价值 其实可以拿一个建行去参考一下 建行就是你看到 其实之前管理收服完之后 其实已经回回去了 当然这么多内银 招行的质量是好一点 所以如果升的时候 招行应该升得多一点 跌的时候招行应该跌得少一点 这是合理的 但是它们的步伐是应该一致的 你看到其他的内银 都是升了一轮之后 叫做估值收服完完 其实都开始回回去了 如果你说以建行为例 其实它的合理价 大概是5.8至6元这些位置 现在已经在这个合理价的区间 变成了整个内银板法再上 其实税位有限 之前升那么多 其实是一个估值收服 就是之前大家预计 因为内银要让你给集体经济 让你给中小企 所以担心肢素变坏 又担心息差会收责 但是到了第三季出完业职之后 大家觉得原来实际上又不用让利 所以就慢慢升上来 还有一个估值收服 现在收服完不完 其实就是之前大家担心 他会让你给中小企 现在不需要让利 所以导致股价收服 你不会期待 其实他不用让利之余 还要进一步赚中小企的钱 而且它息差要扩阔 在这么低息的环境下 也不太可能 再加上内地其实现在是收水 实际上 你看到10月份的新增贷款 其实跌得这么厉害 还有之前人民银行官员出来的说 都预计到未来第四季度 和明年第一季度 流动性都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期望 在这么多的客观环境因素下 整个内银 你不要期望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上升 最多是跌得多的时候值得拿 但是升的时候 其实跟匯方一样 就是让大家走 好啊 我们问了1415高位电子 因为今天手机设备股 都有一个资金追捧 是 如何看这股份呢 有货的话 大家可以如何做好呢 其实如果手机设备股 手机设备股 手机设备股 大家一直都不太看高位 那看哪一只呢 但是2018和2382又不吸引 这个波幅 波幅就很大的 即是 随月升波幅就受小 和长期都在低位 随月光项其实波幅是大的 炒波幅的话 随月光项其实都够炒的 那各位电子 因为大家真的炒它 跟手机市场的相关度不太大 炒它大家反而是炒它 被收购的可能性有多大 因为其实之前都传出 即有一间A股的公司 对它是有兴趣的 所以变了就是 它现在的股价波幅 在更大程度上 就是来自这宗交易的成功率 多过 究竟手机设备股的走势是如何 如果4个1.7元买货 那你觉得高位电子 你可以上去看多少 你会不会看回5元 即上次的高位 如果单丢 没有进一步消息出来的时候 那可能去到5元 就是一个短期的订 那当然如果单丢 真的是成事的话 那一定是不止这个价 那变了这个位置 买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是因为 博举 即波幅 可以上到5元 这个位置还买的话 其实你是博举单丢 是可以成功的 好 那接着我们再问一只941 因为其实有位网友 刚刚就问过 他说在46.8元买了2000股 有70的稳定息 可不可以做一个中线持有 他受着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的事件至今 其实是没有弹过的 一直都是向下沉的 就是如果博举它作为一只高息股 其实是否吸不吸 因为现在你看到是 是的 你的息子好像很吸人 但是价价一直在跌下去 是 就这样 你不介意价格继续跌的话 我相信价值是稳定的 因为中移动 其实你无论给美国怎么办 都好 因为始终业务都在内地 也真的 不可能真的对业务实际会产生影响 但是对股价产生的影响 当然就很大 如果一些美资的资金 如果真的要根据行政命令 逐步沽出的话 我相信股价远远未见底 只是你说7厘务都已经很吸引了 我不介意它跌到30元 那真的无所谓 因为7厘务未来真的可以派到 好 那好吧 如果纯粹为修息的 就可以继续持有住 或者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今天谢谢Alan 我们中环财经连线今天都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明天同样时间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